金属具有记忆能力,听起来真的令人不可思议 然而,人们确实已经获得了这种具有记忆能力的金属 比如将一个镍合金材质的区别针形状打乱 弯曲成杂乱无章的模样 放进热水中后,就像加了特效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 即使将它缠绕成螺旋状,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 这种魔力是如何获得的呢? 1962年,美国马里兰州海军军械研究所的科学家比勒 用涅态合金丝做实验 无意中发现这一特性后 涅态合金就凭借其强度大、速性大、成本低廉等特点 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究其原理就是因为对于一般金属材料来说 受到外力作用后,首先发生弹性变形 达到屈服点就产生速性变形 硬力消除后留下永久变形 但有些材料在发生了速性变形后 经过合适的加热过程 能够回复到变形前的形状 这种现象叫做形状记忆效应 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金属 一般是两种以上的金属元素组成的合金 称为形状记忆合金 分析表明 这类合金存在着一对可逆转变的晶体结构 比如钛和涅各为50%的记忆合金 有两种晶体结构 一种是菱形的 一种是立方体的 这两种晶体结构相互转变的温度是一定的 高于这一温度 它会由菱形结构转变为立方体结构 低于这一温度 又由立方体结构转变为菱形结构 晶体结构类型改变了 它的形状也会随之改变 目前具有这种形状记忆效果的合金 有涅态 铜芯 涅铝等十种 其中由于涅态合金的马尸体硬度较低 早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海军就应用在了飞机液压系统的管道接头上 除此之外 美国宇航局还将它制成了抛物面天线 然后把它揉成了直径5厘米以下的小团 放在了阿波罗11号的舱内 在月面上经过太阳光的照射 加热后恢复到原来的抛物面形状 这样就能用空间有限的火箭 运送体积庞大的天线了 日本的一些汽车公司更是别出心裁 他们打算用记忆合金 制成汽车的保险杠和溢碰部位 如此一来一旦发生事故 只要用吹风机加热一吹 这些部件很快就可以达到复原